同学们好,我们继续学习收入 还是关于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这一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看四 富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 那对于富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这样的销售 应当先评估客户的选择权是否说 是一项重大权利 如果说是重大权利的 那应该把它作为单项的原义务 你比如说 我们要是销售商品授予客户奖励积分 那以后呢客户用奖励积分可以兑换商品 那这种情况往往都是提供重大权利 那我们就应该把现在销售的对价 那分摊到两项履业义务 一个是现在销售的商品 另外一个就是奖励积分这一部分 以后兑换商品时趁热收入 那当然这一块 你首先先要反映合同负债 是这样的概念 当然我们要把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履业义务 要按照单独售价比例 那单独售价的确定 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谈到了 那你可直接观察的 没问题 直接可以用 不能直接观察的 比如用市场调整法 成本加成法 余止法 来进行些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看例题 假公司签订合同 以100元的价格销售产品A 并在合同中约定 如果客户在未来30天内 额外购买任何的产品 在限额100元的范围内 可以享受六折优惠 这就是客户享有重大的权利 六折优惠 那如果说你正常的卖商品不优惠 那就是100块钱 如果六折 那现在就应该是60 说此外 作为期度促销的一部分 假公司打算在未来30天内 对所有销售实行九折优惠 那如果说对所有销售实行 它是九折优惠 而现在呢 客户给打六折 他只是享受了三折的优惠 那只是三折本身实际上重大的权利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六折 但是这一块呢 说所有的销售都是九折 那就差三折嘛 未来30天都是客户享有九折 假定 假公司估计客户 兑现折扣券的可能性为80% 那你兑现折扣券的可能性80% 80%部分享有 另外呢 没有兑换的 你也用不着以后再给他提供什么产品 所以那部分我们当然就不能说 把销售对价现在的交易价格 还分到那里面去 用不着 因为本身他不用 所以要估计一个80%兑换 然后请每位客户将平均购买50元的额外产品 是100元范围之内 不是说我们买到100元享受六折 有的可能是20块钱六折 有的可能是80块钱六折 他说每位客户将平均购买50元的额外产品 我们现在实际上说它是一项重大权利 那这项重大权利单独的售价是多少 因为是单项纽约义务的话 那就应该是要确定它的单独售价 那现在我们看折扣券的单独售价 因为每100块钱的可以六折 如果说没有这种折扣券的 那它的实行都是九折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这个折扣券的单独售价 那就应该是增量折扣30% 但是100元范围内的不都是100块钱 我刚刚谈到有的20有的80 或者有别的一些价格 平均是50 所以这是相当于一张折扣券 100块钱的 那应该是有这么多的商品给人提供 因为它有这么多增量折扣 然后再有我们估计80%部分它会用 那有的80%部分它不用 80%不用20%不用 不用那一部分 当然我们以后也不需要给它提供任何的 让它兑换的商品 所以折扣券的单独售价就这样来算 它等于12 相当于又值这么多钱 你得看不都是每人都是100 我们算平均数平均50 那这一部分能享受多少增量折扣30% 然后还看有多少内部折扣券 将来兑换商品 在兑换部分那是单独售价 将来你要给人提供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那就有一个分的问题 整个两项履约义务 一个是现在提供的商品 另外一个是折扣券 按单独售价比例去分 两者加起来是112 就是说我们商品是100 折扣券呢 现在是12 它的单独售价 那对于商品的单独售价100 除以112 这叫单独售价比例 乘以我们现在的收到的款项100 所以等于89.29 那折扣券实际上也就是说 那100减去89.29 或者用折扣券的单独售价 除以112 那应该是商品和折扣券 单独售价合计 我们再乘以现在的交易价格 要分摊的100 都一样的 10.71 那现在商品这部分销售 我们要确认收入 一共银行存款是100 那代方的主营业务收入 89.29 我们折扣券这一部分要反映到合同负债里面去 所以这是一个可变对价 你是一个估计的 以后客户买商品拿折扣券的时候 我们这一部分相应再去确认收入 再有客户说虽然有额外购买选择权 但客户行使该选择权购买的商品的价格 反映了这些商品单独售价着 不应被视为企业向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 那如果说刚才 企业向所有的一些客户销售商品都是九折 说告诉 你买我的商品我送给你折扣券 以后拿折扣券再买商品时 也是九折 那就没有什么重大权利 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说 也把它让构成单项的业义务 那不行 然后为简化实务操作 当客户行使该权利购买的额外商品 与原合同下购买的商品相似 或者是相同 且企业将按原合同条款提供该额外商品的时候 那这种情况呢 就说我可以不用去估计未来商品的单独售价 那你原来的按照原来的价格去卖 未来的商品价格可能上升 那也我按照以后的一些价格进行处理 我就不用单管他了 说上升是不是再算单独售价比例 说例如 企业向客户提供续约选择权 企业可以无需估计该选择权的单独售价 我现在商品比如每一件卖的是一万 说估计一年之后商品的价格呢 可能一万一 那你说是不是要一万一万一单独售价的比例 把你交易价格分 我们用不着 就说你现在让人续约一万就一万 那就这个情况下就简化一些处理 我现在卖的一万就是一万 而且而是直接把这预计将提供的额外商品的数量 以及预计将收取的相应对价金额纳入原合同 就按照原合同做 要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我们看个例题 假公司与客户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 以每件一千元的价格 向客户销售A产品数量不限 客户可以选择在合同到期时 以与原合同相同的条款续约一年 那这款产品通常每年提价百分之二十 但行使续约选择权的客户可以按原合同价格 就是低于当年市场价格购买这个A产品 所以这个就要怎么做呢 那我现在卖的每件是一千块钱 既然说我续约了 续约一年之后每件还是一千 虽然价格可能说到了一千一一千二 那因为你合同里面说的就是一千 我们做法是什么就简化的 你不要说估计一年之后一千二 然后现在是一千 我算算单独售价比例 那你现在卖商品时 我就认为的价格不是一千比一千低 那你一算了可能是这样一个概念 不要这样的 假公司认为该续约选择权 向客户提供了重大权 且符合简化处理条件 那就说可以无需将原合同的交易价格 分摊到该续约选择权 你不要去管它了 我现在就是每件确认一千 以后呢 那提供时还是一千 都是按照这个来了 虽然也是一项重大权 因为你必须现在买我的产品 才有这种权利 我是给你续约一年 并且执行原来的市场价格 这就是简化的处理 我们再看教材的利益三十七 二零某七年一月一号 这是一个奖励积分的题目 假公司开始推行一项奖励积分计划 根据该计划 客户在假公司每消费十块钱 可获得一个积分 每个积分从次月开始 在购物时可以抵减一块钱 截至二零某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客户供消费十万块钱 可获得一万个积分 因为它是十块钱兑换一个积分的 根据历史经验 假公司估计该积分的兑换率 为95% 就是你兑换部分 才会将来我们给它提供商品 它不对换部分没有商品 没有商品呢 当然交易价格在分的时候 你肯定不要去考虑 它不得商品我分它干什么 所以交易价格分的 一定是说客户将来能够估计兑换这一部分 那假定上述金额均不包含增值税等的影响 我们刚说本利中 假公司认为 其授予客户的积分 为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 因为客户 它是可以兑换商品 那就提供重大权利 应该呢 把它作为一项单独的履约义务 也就是说 客户得到积分这一部分 你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要确定它的单独售价 然后要把交易价格 在我们销售商品 和兑换积分这两项利约义务之间 按单独售价比例去分 客户购买商品的单独售价 合计十万块钱 它有了 那下面还要确定 积分 它的单独售价 单独售价呢 是说 每个积分 将来呢 是一块一块钱 可以抵减 那现在一共是一万个积分 但是积分这一部分 我们要估计 它的兑换率 试想如果说 根本没有任何兑换的 没有兑换 我现在的 卖的十万块钱 就十万了 都确认收入 因为没人兑换 但既然有兑换的 以后你还要给人提供 相应的商品 所以这一部分 你就不能把十万块钱啊 全部的 那这里十万块钱 都确认收入不行 那我估计 说告诉 有一万个积分 每个积分一块钱 有多少兑换 兑换部分 我们以后才给它提供 相应的商品 所以它 把这一部分 作为单独售价是合适的 因此要乘以95% 当然 这个兑换率啊 以后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还要重新的估计 毕竟它是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 到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都要求重新估计 反映到资产负债表日的 最佳估计数 比如以后 我估计对价率98%了 那你得调 相应的调整 相关那些收入什么的 那我们看 假公司 按照商品和积分 单独售价相对比例 对交易价格进行分谈 因为 现在呢 合同里面 是两项旅约义务 一个是属于 我们销售的商品 另外一个就属于积分 那积分这一部分呢 公允价值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现在就要把交易价格 分摊到这两项 履约义务上去 分摊至商品的交易价格 那就是商品的单独售价 10万 奖励积分的单独售价 9500 我们现在商品的单独售价 占两项约有单独售价的比例 就有了 是中文号里的数字 乘以要分摊的交易价格 你现在收到的交易价格 10万 这样分摊至商品的交易价格 是91324 那你分摊至积分的 可以用10万减去91324 没问题 如果说你按照比例算也可以啊 我们比例呢 是说积分的单独售价 然后除以商品和积分 单独售价合计 也就是9500除以 括号里10万加上9500 然后乘以要分摊的交易价格10万 它是8676 那8676这一部分 我们当然反映到合同负债中 是以后要给客户提供自己的商品 或者说从外边取得商品给客户 那都是一样的 毕竟是要兑换商品的 因此 甲公司应当在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时确认收入 我们确认的是91324 那积分这部分供允价值 现在反映到合同负债 毕竟呢 说以后兑换商品 那部分商品客户还没有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但是我们的钱收到的钱里面 反映到合同负债中 所以代方主营业务收入91324 合同负债8670 我们再往下看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客户共兑换了4500个积分 那甲公司对该积分的兑换率进行了重新估计 它属于可变对价 到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时 都要对可变对价进行重新估计 说仍然预计客户总共将会兑换9500个积分 那你可以估计说客户估计会兑换9600个积分 也可能9400个积分 都可以进行估计 说因此甲公司以客户兑换的积分数 占预期将兑换的积分数的比例为基础确认收入 而当客户要是兑换了 我们要确认收入相应的要减少合同负债了 那怎么确定 是说以兑换积分除以到资产负债表日 这个题目某七年12月31日 预期会被兑换积分将兑换的 这是个比例 我们诚意什么 诚意当时合同负债的金额 因为这一部分是在合同开始日确定的 以后呢按照他去确认收入的 所以要乘以8676 那等于4110 那当然我们再算比例时 有的同学就烦呢 是不是一定要背下了 以兑换积分除以呢 预期将兑换积分 然后再乘以什么我们合同负债 说我自己这样做行不行 那也就是我们一共呢 是8676 现在的合同负债 这个合同负债以后要确认收入 那你要是什么确认收入 你兑换积分时 所以8676除以预期会被兑换积分 那现在是9500 预期将兑换的积分 应该每一个积分确认收入 这不难理解啊 我一共合同负债 确认收入那么多 8676 预期要兑换9500个积分 那每个积分要形成这么多收入 那本期兑换了4500个积分 再乘以4500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问题 4110都可以 那剩余积分 以后兑换时再说 我们还剩下的积分 8676减去4110 那等于4566 这一部分没有兑换 还在合同负债里反映 所以我们看本期兑换部分 借方借合同负债4110 我们代方代计主营业务收入 4110 当然这题呢 没有去反映 比如说人兑换商品 这部分结赚以后商品成本 如果让你结赚以后商品成本的话呢 那你当然肯定他要告诉你 成本是多少 再进行结赚 我们只是说收入这一部分 怎么去进行反应 再看 截至208年12月31日 客户累计兑换了8500个积分 这是累计来算了 假公司对该积分的兑换率进行了重新估计 预计客户 总共将会兑换9700个积分 到后续资产负债表日都要重新估计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积分这一部分 累计要确认的收入 那是累计以兑换积分8500 除以预期会被兑换积分的数字 那你预期会被兑换 然后要乘以 我们在合同开始 确定的合同负债 因为你确定合同负债这个数字 未来是要确认收入 这是说累计应该确认的收入 我们现在要确定 20毛8年确认的收入 那你要把20毛7年 已经确认的4110扣除 等于3493 所以同样 那如果说 你把这公司忘了 你想 一共要确认收入的是86 76 这是合同负债 未来期间要确认收入的数字 那积分这一块 每一个积分要确认多少 当然除以的是属于预期 会被兑换的积分 我们现在又重新估计了 重新估计呢 现在9700个积分会被兑换 你当然要除以最新估计数 这就是说 预期会被兑换 每一个积分 应该是要确认的收入的数字 我们累计已经兑换了8500个积分 这就累计确认收入数字 我们把上一年的确认的积分 确认的收入4110扣了 那就应该属于 20毛8年确认的3493 它是这样的概念 这是说积分 20毛8年确认收入 还剩下的积分 8676-4110-3493等于1073 那你仍然是作为合同负债 来进行反应 那当然如果说 到20毛9年底 说是积分失效 那你剩下的合同负债数 全部要转到主营业务收入中 你不能说合同负债一直放下去 但是假如说你还没说作废 还是说以后兑换也可以 那你就在这放 我们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向购买期商品的客户 受予奖励积分 客户可以选择使用奖励积分 兑换该企业或其他方销售的商品 那我们前面谈到你 兑换自己本身企业的没有问题 那兑换时 合同负债部分 一部分要确认收入 那现在问题是 如果客户选择兑换 其他方销售商品时 我们到底如何来进行处理 既然客户有这种权利兑换商品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销售商品 仍然是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 就应该把它作为单项履业义务 只要构成壮大权利的 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形成单项履业义务 就要把交易价格 在销售商品和奖励积分 直接按照单独售价比例进行分摊 那现在问题是 说是那我交易价格分摊了 商品部分确认收入 另外一部分 是反映到哪去 是反映到合同负债 还是属于其他应付款 那如果是属于收入准则的 那就应该是合同负债 如果这一部分 你是无条件的进行支付 给其他方的 付现金就其他应付款 那执行金融工具 确认和尽量准则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 先是把奖励积分部分的供应价值 执行收入准则 反映到合同负债 等到什么时候 人家客户已经兑换了 兑换完之后 我们确实已经明确的知道 该付其他方多少现金 那你不可避免的要付现金 这个时刻才变成金融负债 你开始不是啊 开始说 无条件的向其他方支付现金 这个又没有啊 等兑换完商品之后才存在的 到那时候再进行截转 所以我们看 客户选择使用奖励积分 兑换其他方销售的商品时 企业虽然承担了 向其他方交付现金的义务 但由于该义务产生于客户 购买商品取得奖励积分的行为 适用于收入准则 这个在这时刻 并不是说 它是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 金融负债 因为刚刚说 他有这种权利 我们目前没兑换时 不存在着 无条件的向其他方 到底支付多少现金 这样的义务 不存在 所以先要反映到 合同负债里去 那等到客户 兑换其他方销售商品时 那企业的积分兑换义务解除了 这个没问题了 那我们确实该给其他方付钱了 那你无条件的要支付现金 不可避免要支付 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那就是一项金融负债 所以到这时刻 我们再去把合同负债 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这是这样一个处理的过程 因此我们看 客户获得奖励积分 兑换其他方销售的商品的会计处理 销售时借银行存款 贷方主营业务收入 是商品部分要确认收入的 奖励积分的供应价值 反映到合同负债里去 那客户兑换商品 积分兑换业务解除了 我们才在座呢 借记合同负债 贷方其他营付款 是这么一个处理的过程 那第五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说企业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的 应当按照准则规定评估 该知识产权许可 是否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还要评估它 你构成单项履业义务的 那我们知识产权许可 这一部分本身 你应该要确认收入 但是说确认收入到底是 按照某一个时段确认 还是某一个时点确认 要遵循 我们前面谈到收入 满足某一个时段 确认条件 你某一个时段 否则的话就某一个时点 所以如果这里谈到构成单项履业义务的 那应当进一步确定 其是否 在某一时段内履行 还是某一时段旅行 那我们接来看第一个问题 授予客户的知识产权许可 不构成单项履业义 就是你知识产权许可本身 并不能给客户直接带来利益 也不能异于和其他异于取得的一些资产 一起使用的获益 那也就是说你从商品本身的角度上来说 不可明确区分 那就是单项履业义务 你要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的可以 那有的可能就是单项履业义务 就判断这个问题 那授予客户的知识产权许可 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那这种怎么办 企业应当将该知识产权许可 合作销售商品一起作为单项履业义务进行处理 就是从商品特征本身特征 那这个就是单项履业义务 不可明确区分 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的情形 那第一个 该知识产权许可 构成有形商品的组成部分 并且对于该商品的正常使用 不可或缺 你商品要必须用它 不可或缺 那第二 客户只有将该知识产权许可 和相关服务一起使用 才能够从中获益 你不一起使用 根本获益不了 说例如 客户取得授权许可 但是只有通过企业提供的在线服务 才能访问相关内容 你授予它了 没有在线提供服务 访问不了 那你这个知识产权许可 不能单独获益 那没有在线提供服务的获益不了 提供在线服务呢 又不是说知识产权许可 自己本身 想从脑取得在线就在线 那不是啊 那当然他就说 不可明确区分 那下面啊 我们看例题 假生物制药公司 将其拥有的某合成药的专利权许可证 授予以公司 授予期限为十年 同时假公司承诺 未以公司生产该种药品 除此之外 假公司不会从事任何与支持该药品相关的活动 然后这里谈到该药品的生产流程的特殊性极高 没有其他公司能够生产该药品 那这个呢 我们看知识产权许可 构成不构成 代行的原因 知识产权许可 自己本身 不能获益 因为用的知识产权许可 是生产某种药品 那药品呢 假如说 有这种知识产权许可 找别人呢 也能生产药品 那一个说一个 知识产权许可就构成单向于 履业义务 这个不行 那只有提供知识产权许可这一方 然后他的生产 最后呢 才能够获益 不是说异于从 其他方取得的商品 一起使用中获益 所以你从商品的性质看 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那这种情况 那就应该是属于 单向履业义务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如果说 该药品的生产流程特殊性不高 其他公司也能够生产该药品 那这种情况下 知识产权许可 和你这个生产药品的生产服务 就可以明确区分 明确区分 当然 知识产权许可本身就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那你生产服务呢 也是单向履业义务 所以就是要判断 到底呢 是不是能够进行区分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受予客户的知识产权许可 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就是你不构成 跟别的没有办法区分 不构成 那如果是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它本身是构成的 那就应该是按照一定方式要确认收入的 那这里面说 企业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应当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业义务 确认相关收入 那下面的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是说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履业义务 确认收入去 否则应当作为在某一时点 履行履业义务 确认相关收入 我们看第一个 这三个条件都得满足 合同要求或客户能够合理预期 企业将从事对该知识产权 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那就是你后面必须要提供 对该知识产权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你合同就有这个要求 说客户可以合理预期 孩子要从事活动 那第二呢 该活动对客户将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那有的可能是有利的 有的可能是不利的 第三呢 该活动不会导致向客户转让某些商品 你比如说 中国女子渡舟队 把知识产权许可 授予某一个公司 说这公司呢 可以用中国女子足球队的一些商标 去生产什么什么商品 那现在 合同要求 或者客户能够合理预期 说中国女子足球队 它肯定还会从事与该知识产权 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你比如说 奥运会世界杯 如果有可能的话 然后再比如说 涉及到亚洲杯等等 但你后面还从事这些活动 那说 该活动对客户将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那活动可能是有的是有利的 有的可能是不利的 你比如说在东京奥运会期间 中国女子足球队发挥欠佳 那感觉 如果是知识产权许可 可能对这公司影响并不怎么好 但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春节期间 中国女子足球队 或者亚洲杯冠军 那就是有利影响 所以有的可能产生有利影响 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接下来该活动不会导致向客户转让某项商品 因为你一旦要转让商品了 这商品本身就会涉及到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某一个时点 不会涉及转让商品这个问题 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那我们就应该啊 在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去 有的同学提出 说某一个时段确认收入前面已经说过了 满足三个条件之一 而不是这块的三个条件 而是所有的一些收入确认的 要是某一个时段 一个说 企业履约的通知客户取得并消耗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说 在客户的场地上建造资产 客户控制在建的商品 第三是说 为客户建造的商品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并且 在整个合同期间 或者说资产负债表示 取得的对价任何一个点上 都是成本加合理利根 那说那这个是 针对前面三个条件哪一个呢 那你想 肯定不是说 在客户的场地上建造商品 客户控制在建商品呢 也不是说 不可替代用途 能够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根 当然实际上就是第一个 所以属于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 去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 所带来经济利益 这种情形 那其实一想也是这么回事 企业履约的同时 知识产权许可 比如说 中国女子足球队参加什么什么活动 那参加活动呢 人家已经参加了 说是在奥运会上表现不好 你能抗议吗 你说跟古剧足列说 不行 这一次从再 从头开始再比一次 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是你取得已经消耗了 履约带来的一些经济力 也就是说不会重复 那就第一个 和我们前面 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 一点都不矛盾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38 甲公司是一家 设计制作连环漫画的公司 甲公司授予以公司在四年内 使用其三部连环漫画中的角色形象和名称 甲公司的每部连环漫画都有相应的主要角色 但是甲公司会定期创造新的角色 且角色的形象也会随时演变 乙公司是一家大型游轮的运营商 乙公司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例如说展览或演出 使用这些漫画中的角色 合同要求乙公司必须使用最新的角色形象 在授权期内 甲公司每年向乙公司收取是一万块钱 那我们看说 本例中 甲公司除了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外 不存在其他旅游义务 那完全就有一个知识产权许可 那也就是说与知识产权许可相关的额外活动 并未向客户提供其他上面服务 没谈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说这个 既然是构成单项旅游义务 就是一个知识产权许可 那确认收入到底是某一个时段 还是某一个时点 满足某一个时段的 就是某一个时段 不满足都是某一个时点 那考虑的因素 那甲公司是不是说 产生对知产权许可有传大影响的活动 以公司合理预期 他会实施 比如说他创作角色出版包含的角色的连环漫画 那我们当然说这些角色可能是有利可能是不利 有的情况下可能创作的好 人家客户喜欢 客人喜欢 那有的可能就不喜欢 因为我们又转让商品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是构成单向理学义务的知识产权许可 没有满足那三个条件了 同时满足 那就是应该是某一个时段的确认 那某一个时段的确认 当然要计算理学进度 用相应的方法进行计算 这我们前面也都谈到过 比如产出法投入法 你要选择适合的方法 适当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假音乐唱片公司 将其拥有的一首经典民歌的版权授予公司 并约定以公司在两年内 有权在国内所有商业渠道 包括电视广播网络广告等 使用该经典的民歌 因提供该版权许可 假公司每月收取一千元的固定对价 那除该版权之外 假公司无需提供任何其他商品 该合同不可撤销 那这个经典民歌的版权 也是一项许可 知识产权许可 那现在我们谈确认收入这件事情 你只有说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某一个时段 如果没有满足 就是某一个时点 我们关键要看什么 那是不是说知识产权许可授予方 以后还提供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那如果提供有重大影响活动了 那后面再说有利不利的 其实那都是客套化 有的当然有利 有的可能是不利 那后面说只要没有转让商品的行为 那就是某一个时段 所以关键是第一个 但是大家会看到 这里提供完民歌的知识产权许可 那后面呢 再提供不提供 后续的一些服务 那如果说没有 那你就不能是某一个时段 我们看本例中 甲公司除了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外 不存在其他旅行 那甲公司并没有 任何有从事改变该版权的后续活动 我已经就把这版权给他了 你就听去吧 那些经典民歌 那就说我也不动 也不能改变 因为已经成了经典 那后面呢就是 客户反正在用 就是播放 没有从事后续有影响的活动 那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就应该是在某一个时点来确认收入 某一个时点确认收入什么时候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并获得几乎全部的利益 就是你主导他使用获得全部利益 就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因此这个呢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是某一个时点 那你不要认为说 我感觉每个月收一千块钱 那你收钱是确认收入 是感觉挺好 那感觉好像收付时间值挺有意思 这个不是 你转让的时候 就应该是要确认收入 由于两年时间长 那我们应该是把未来的收入折限 那相当于算它的限值 来进行确认收入 是这样的概念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你知道这个 是某一个点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企业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并约定按客户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 收取特许权使用费的 应当在下列两项数晚的十点确认收入 一是客户后续销售或使用 因为实际发生 二是企业履行相关利润义务 那肯定是两者数晚 你说客户的后续还没发生 你知识产权许可授予人家 你没有办法进行计量 到底应该确认多少收入 没数字 收入还没有呢 那如果说客户后续销售有了 你现在的知识产权许可这一部分 现在还没有授予 履行义务还没有 那没有你确认什么收入 所以一定是两者数晚 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个例子 就说 如果我们知识产权许可 比如一个固定价 一个是可变的 那如果你固定的价格 可变价格 单独售价给了 你后面再进行 合同里签的 也基本按照这个价格 固定按照固定单独售价签 可变按照可变的 那无所谓 但是如果合同里面 反映的固定价格 和你预计的这种可变对价 跟他单独售价不合适 不合适就不行了 那我们要求呢 按照分摊交易价格的一般原则 比如说按单独售价比例重新分 可能就涉及到 把固定对价 分到两个知识产权许可 然后可变对价 也要分到两个知识产权许可 我们后面会谈这个部分 所以就有时就会出现 可能销售发生了 但是可变的这一部分 它的履约义务还没进行 那同样也不能去确认收购 那接下来看 说这个呢 是估计可变对价的例外规定 说该例外规定 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形下 才能够实用 我们其实前面也谈到了 按客户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 什么不是例外规定 可变对价在合同开始日 就要确定的 那是属于我们正常的 我们确定时要保证 说在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前 以确认的收入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应 那这价格在合同开始时就定 但是我们知识产权许可 按照销售使用情况 算知识产权许可收费 你在合同开始没法定它 所以它是例外的 那后续真正实际销售发生时 才去相应确认收入 那这另外规定什么情况下 一是特许权使用费 仅与知识产权许可相关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知识产权许可 二是特许权使用费 可能与合同中的知识产权许可 和其他商品都相关 但是与知识产权许可相关的部分 占主导地位 肯定是知识产权许可 那这一部分 再主导 你有点别的呢 还凑合 但一定它主导 还有企业使用该例外规定时 应当对特许权使用费 整体采用该规定 我们整体用 不是将 特许权使用费进行分拆 这不行 用就必须整体 如果与授予知识产权许可相关的对价 同时包含固定金额 和按客户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收取的 变动金额两部分 有固定有变动的 则只有后者 就是变动部分 采用这个例外规定 例外规定就是你合同开始不要去管它 我等到后面实际销售时 按照销售的量或销售额的一定方式 再去进行计算 确认收入数字 而前者应当在相关旅行的10点或期间内 确认收入 对于不适用该例外规定的特许权使用费 那应当按照估计可变对价的一般原则进行处理 一般原则在合同开始就要估计 然后要保证 即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那看一下教材的例39 甲公司是一家著名的足球俱乐部 甲公司授权以公司在其设计生产的服装 帽子水杯以及毛巾等产品上 使用甲公司球队的名称和图标 授予期间为两年 合同约定 甲公司收取的合同对价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200万元固定金额的使用费 二是按照已公司销售上售商品 所取得销售额的5%计算的提成 乙公司预期甲公司会继续参加当地的顶级联赛 并取得优移成绩 那我们看一下这种情况 甲公司授予乙公司知识产权许可 是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还是某一个时点 某一个时段的一定说后续从事 对该知识产权许可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那这个没问题 说乙公司预期啊 他甲还会继续参加顶级联赛 并预期取得优异的成绩 那当然这个呢 足球俱乐部从事的活动可能会产生有利影响 也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 那不可能说都是不利的 你要都是不利的 这个足球太差 谁给你签的还给你签的 所以有的可能就是说注明的 注明的也不能保证 每次比赛全部都获胜 有的可能是有利的 有的是不利的 说反例中 该合同仅包含一项理议 就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然后说 乙公司能够合理预期 甲公司将继续参加比赛 成绩呢会对这个品牌产生重大影响 然后这里面也没有转让 并未向乙公司转让任何和明确区费商品 所以他就是某一个时段的履行原因 要某一个时段的 现在的二百万的固定金额 一共两年 那你应该是分期确认呗 二两年确认去 但是 提成这个问题 按照商品销售额提成 你只能是 发生事在说 前面谈谈例外情况 合同开始我订不了他 这样呢我们看 甲公司收取的二百万元固定金额使用费 应当在两年内平均确认收入去 按照乙公司销售 相关商品所取得销售额5%计算的提成 应在乙公司的销售实际完成时确认收入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进行处理 什么时候销售额有了 按照5%计算 才能确认收入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与客户定立一项 针对两项知识产权许可证 许可证A和许可证B 这样的合同 合同针对许可证A所规定的价格 为固定金额是600块钱 而针对许可证B所规定的对价 则是客户销售使用了许可证B的产品的 未来销售额的5% 它的可变对价是3000 然后接下来许可证A和B的单独售价 分别为1600和2000 如果给了单独售价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们合同里的价 比如说许可证A 你固定价格600 而许可证A要单独往外卖的话是1600 那如果你自己合同里许可证A 只是就按600去算 那不对 不符合事实 那不符合我们分摊交易价格的目标 你可以分错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许可证B 在合同开始转让给客户 B开始时就转让 但是这个B 它是一个可变对价 而许可证A在三个月之后转让 A现在还没有转让 三个月之后才转 三个月之后客户才取得 许可证A 它的控制权 假定许可证A和许可证B 均属于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一 就你到那个点上确认 不是一个时段 那我们看怎么办 合同开始时 假公司应将分摊至许可证B的 要分摊 分摊 这是说单独售价 给了 按单独售价比例去分配 1600 2000 单独售价比例 所以3600 而这个 现在呢 许可证B 说2000 2000除以376 乘以600 那就确认收入了 按单独售价比例去分 那现在许可证A还不行 因为你转让的时候 你固定价格也得分啊 都在那交易价格 现在由于 我们合同600 而单独售价的是1600 你不能说 干脆许可证A 我们就算合同600 那不行 那不符合交易价格分担目标 跟它实际不符 在转让许可证A的时候 你现在没转让 三个月以后转让 把分摊至许可证A到267 你才确认收入 所以这就说 单独价格的比例 许可证A呢 是1600 1600除以 A跟B的单独售价合计 我们乘以固定的这个价格600 到那时候确认收入 那假定在第一个月 由客户的首月销售 所产生特许权使用费是400 那400我们要算了 这400呢 可变对价 同样你也得分到A跟B上去 你不能说 我只分固定的到A跟B上去 那你变动的 也得到A跟B上去 这样才符合交易价格分摊的目标 那现在我们看 假公司应将分摊至许可证B 2000除以3600 乘以400 那他可以确认收入 因为许可证B 只产权许可已经转让了 客户已经取得了许可证B的控制权 假公司应将分摊至许可证A的178 他可变的也得往A的分 也就是我们现在固定的价格 可变的价格都要去分 都要分到A跟B上去 而1600除以3600乘以400 这个时刻只能确认一下合同负债 原因是什么 分摊到许可证A 有收入了 但是许可证A 我们现在的控制权 还没有转移给客户 那还不行 所以理由 客户随意发生后续支出 但分摊至许可证A 使用费的履业义务还没有履行 因此我们前面谈到了 对于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如果按照后续销售额 一定比例提成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去确认收入 后续销售发生 和履行相关的履业义务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后续发生 非常特殊 但是许可证 履业义务现在还没有授予人 你就只能反映到合同负债 那等到 到时候 你三个月之后授予的时候 那才可以 把合同负债这一部分 相应的确认收入 就说的是这个问题 这几个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属于 关于特定交易会计处理 是说 富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小手 那这一部分 一定有重大权 它才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那我们书上那些例子 应该要很好地去理解和掌握 再有就是关于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你先要判断构成不构成 单向履业义务 那如果说不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那要跟 比如说 其他的一些商品结合 构成单向履业义务去处理 要构成单向履业义务 到底按一个时段的确认收入 还是某一个时点 不满足某一个时段的 就是某一个时点 满足某一个时段的 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 就是授予知识产权许可一方 以后还提供重大的活动 那第二个这个活动 将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再有不会说向客户转上商品 否则的话就某一个时点 这个要清楚 那这几个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